Hello 大家好,我們繼續回到限談系列 很久都沒有拍這個限談系列 今天講的就是比較年輕一點 就是年輕人可能會經常遇到的問題 又或者是我自己遇到的問題 就是什麼主題呢? 就是以毒這個主題 可能是傳訊息的一些特別的事項 簡單來說就是以毒不回 或者是這個心態是怎樣呢? 我會慢慢跟大家講一下 首先如果你還未訂閱這個頻道 記得訂閱我這個頻道 這個頻道主要是以Pokemon為主 或者是一些小閒談為主 好,回到正題 首先講一講 其實我不是說 剛剛接觸到任何通訊軟件的時候 就已經是不會以毒人 可能當時我很久之前 未懂事之前 未懂事之前可能經常都以毒人 因為為什麼呢? 可能跟一些年輕人有關 即是越年輕的人可能會越高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可能會覺得 有種尷尬的感覺 不知道為什麼 我自己是不... 怎麼說呢? 現在是不太會有什麼尷尬的感覺 要問就問,要說就說 有什麼想說,有什麼想問 盡量問盡量說 就不會有什麼異讀的情況 不懂回覆或者不懂回應 其實現在就比較少 但是... 可能年輕一點就會覺得 很麻煩 例如在群組裡面 群組裡面可能是親戚 可能親戚 可能發送了一些資訊情報出來 可能是什麼呢? 例如是... 可能... 出街買東西 出街買東西 有些東西特別便宜 然後就傳出來 但是群組裡面沒有人理 完全沒有人理 可能群組裡面有十幾個人 十幾兜人在裡面 但是十幾兜人裡面 完全沒有回應 但是人沒有什麼問題 即是他不會說有什麼問題 可能是發一些... 狗不答白的東西 又或者是錯誤資訊等等 是有用資訊來的 但是可能大家都不是很... 習慣回覆等等之類 可能就會慢慢養成了一個習慣 就是看完就算 其實以我的角度來看 對於我現在來說 當然是不太好 因為始終... 始終... 這個習慣 可能慢慢就會變成一個壞習慣 為什麼呢? 因為... 譬如... 假設你可能在工作上 工作上可能跟某些人有來往 譬如你可能跟合作夥伴來往 又或者是可能跟一些... 你有機會合作 譬如以我為例 以我為例 我可能被人邀請到一些Youtuber群組 如果那個Youtuber可能... 那個搞手可能就問一個問題 嗯... 可能就偶爾會出一些資訊情報等等 但... 經常都有一個人不回覆的 就是我可能不回覆 我可能經常都看完 那些資訊之後就沒有什麼反應 沒有什麼回覆 如果你是搞手的話 你會不會覺得 這個人... 進來群組又不說話 又不說話 沒有什麼貢獻 也沒有什麼存在感 又帶動不到氣氛 其實可能就會慢慢... 慢慢就會... 給人的印象不好 都是那些 就是... 社會 社會 就真的要這樣 譬如... 人家傳一些東西出來 然後你就要怎樣都要回覆一下 怎樣都要講一講 或者打什麼OK 我現在... 我現在慢慢可能接觸得多 工作上 社會上 可能慢慢就會習慣了我OKOK OKOK等等之類 會回答的 但有部份人可能... 好像我剛才所說 可能就不太習慣腹肌 不太習慣腹肌 所以可能就看完那個孫子 但... 可能其他人就會想 這個人很少說話 或者不太出聲 就會慢慢... 對這個人的印象沒有那麼深 或者沒有那麼好 沒有那麼深 都好 但對你的印象不好 那就真的不好 那就會影響了那個人 就是其他人對你的看法 不過... 如果你是... 如果你是有料的話 那你是耳讀他沒有問題 那就沒什麼所謂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 我自己對耳讀的看法 我可能一開始 一開始都不是很常覆記 因為... 覺得覆記很麻煩 可能跟現在的年輕人 都是差不多的想法 就是... 要想方法覆人 很麻煩 或者有什麼壓力 可能會有一種無形的壓力 令到你不太想覆記 都會有的 可能... 有什麼會異讀情況 可能有一個你不認識的 或者有一個異性 整天都邀請你想打機 可能你就會異讀他 那... 這個就無可避免 因為... 始終他是一個... 騷擾緊 你可以當是 即是他可能每天都找你打機 但你擺明第一、二天都OK 第三天就擺明不肯 他都不斷地邀請 那你異讀就OK 始終他錯在先 但如果... 如果大家都... 正正常常... 這樣邀請你 然後你異讀人 其實對一個... 即是別人對你的印象就會不好 那說回我自己先 我自己其實... 都是真的不太覆人 可能在群組上 問到我 我都不會說怎麼覆人 可能慢慢大過了 在Youtube上拍了一段時間 才明白到可能... 異讀啊 甚至可能... 跟其他朋友聊天的時候 其他朋友可能都... 其他朋友都... 完全沒有什麼腹肌 就是... 異讀完... 就是... 問你一些東西 然後異讀我的話 其實... 對於我自己來說 都是相當之痛心的 痛心兩個字形容 感覺上... 其實... 如果是問一個人的事情 或者是邀請你做什麼事情 或者跟你聊聊天 其實你被人異讀都很傷心的 因為... 我覺得... 以我自己為力 其實我都偶爾找人聊天 但是那個人異讀我的話 其實我這輩子都不會找他聊天 因為都真的幾... 怎麼說啊 我算不算玻璃心呢 其實可能... 都算的 其實可能都算的 要找人其實是一個幾大勇氣的 好像簡單來說 沒有見一兩年的舊同學 然後要你突然找回去 或者你突然想起 咦... 很久沒跟這個舊同學聯絡了 就踏出第一步 可能找這個舊同學聊天 但是我既然看完之後已經有耳毒 其實就... 不只是HIGHBINE的那些 如果HIGHBINE的那些 你HIGHBINE的那些都OK 可能問你一些事情 跟你說一些事情 然後你是完全沒有特別反應的 譬如... 怎麼說呢 譬如我可能有一個很好的玩Pokemon的朋友 可能有一個很好的... Pokemon的網友之類 假設 可能我跟他說 咦... 那個人可能未必知道 近期有機會出這個 珍珠鑽石重製版 或者亞爾宗斯傳說 我可能就會傳這個 亞爾宗斯傳說 和珍珠鑽石重製版的資訊給他看 那... 傳給你之後 他一兩天... 一天沒有復機 這樣都OK 一天不一定要立刻復機 第二天不復機 都沒有問題 可能這陣子正在看 然後呢 直至三四五六天 他就沒有再復機 這個其實如果發生在我身上 真實的話 其實都很傷心 因為我當你是一個... 怎樣說 我當你是一個朋友 或者是... 想跟你分享一下這個資訊 告訴你 有機會你不知道 你如果打OK 或者說原來是這樣 那都好 都比耳毒還好 我真的... 極真人耳毒 你耳毒的話 我就真的不會再找 因為是真的... 找人呢 真的很需要勇氣 我通常都放一些勇氣出來 然後收不回來 收回來之後 只有憤怒 只有憤怒的感覺 所以... 這裏我會覺得... 大家... 盡量... 盡量不要耳毒 譬如 人家都很開心地跟你分享 或者跟你聊天 然後呢 你就... 你就可能... 一個月沒有復 如果他是... 經常煩著你的 又或者是... 你是可能需要做事 需要睡覺的 那... 我覺得都可以 正正常上的話 都可以接受到的 但是... 但是... 譬如問事 或者跟你分享 一些情報 一些資訊的時候 你耳毒的話 就真的... 我自己覺得 不能接受 沒錯 不知道大家對這個 有什麼看法 我自己來說 其實真的... 其實我相信耳毒 這個話題 這個主題 應該都會比較上 是比較貼接一些年輕人 因為... 相信年輕人 經常都會遇到這些問題 就是... 可能找人 沒有什麼復機 耳毒人 基本上... 舊同學 舊朋友 全部都是這樣 如果他一次不復你之後 其實你就不需要再找他 因為他已經放棄了 跟你一個有連結的機會 對了 為什麼這樣說呢 剛剛都說過 找人聊天 是需要勇氣的 也是需要... 就是... 嗯... 需要一個... 勇氣 例如我A 找B B 他不回覆 他擺明 就可能切斷了這條橋 A可能想搭橋去找B 但是B 完全沒有理過他 沒有回覆過他 他很明顯已經斬斷了這條橋 這裡就可以二十... 以後都不用找B 對了 我想說的就是這件事情 而我自己 都會對一些耳毒不悔的人 有以下的看法 對了 希望大家留意一下 也都... 怎麼說呢 就不一定每一件事都要說得很盡 例如說我已經說完了 例如我介紹這個Pokemon情報給你聽 然後你就說好謝謝你 然後你就... 然後我說好不用多謝 你不用再補多一句 不用不用 大家這麼熟 不用客氣啦 這樣就太多了太多了 對啦 正正常常就OK了 別人很明顯想跟你繼續回這個話題的延續 即是... 寫一幅相給你 或者是... 寫一幅相給你 問你有什麼意見 那你就好通通回答 就不要異讀的 那就... OK的了 我對異讀的看法就是這樣 大致上就是這樣 這次閒談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覺得有什麼問題呢 對啦 如果你對異讀有什麼問題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們下次閒談再見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按LIKE 下次再見 拜拜